好 現在大家都出去旅遊 當然可能是吃在飯店 住也在飯店 但是接下來 鄭凱要告訴大家一些 飯店裡可能你所不知道的秘密 交給鄭凱 近期新冠肺炎的關係 暴富性旅遊 出去玩一天 大家回到旅館都是想放鬆減壓 但有有人去旅館住一天 就是吃好睡好 但是你也不要真的太放鬆 為什麼這麼說 我們先來看吃的部分好了 吃得安行嗎 我們看到這自助餐 不論是早餐或是晚餐 都像這樣子開放式的部分 這也這樣子這樣挑戰了 這個衛生跟保鮮的問題 放在這邊的食物過久 會不會有腐敗 或者是滋長細菌 也是打上一個問號 除此之外 有飯店員工爆料 飯店員工特別提到說 當這個菜色一送上來時 你先不要急著搶 因為第一批的都不要去碰 原因是因為這個飯店員工提到說 在等15分鐘拿會比較好 是因為上面的那一層 很有可能是隔天的 經過微波煎炸 弄熱之後 蓋在這個菜的上面 所以你過了15分鐘 可能上面被拿光了 你再拿第二批 或者是中間的部分 會比較新鮮 比較好 真的嗎 再來就是我們可以看到說 他有提到這個果汁的部分 也不要人家一果汁倒下去 你都趕快去解渴 因為它也很有可能是 隔夜的果汁混 今天的果汁混在一起給你喝的 這些都是飯店業者 之前的員工做一個爆料 他甚至加碼爆料 我們吃牛排時很愛加什麼 黑胡椒醬 蘑菇醬 或者是牛骨汁等等 但是這些醬料在製作的過程 其實非常的耗食 所以很多的話 都是用粉去調出來的 健康問題本身就打上一個問號了 但是也被大家質疑說 那這樣不就是騙人嗎 好吃的部分 你可能聽完之後 會覺得好可怕 再來看住的部分 就有網友質疑了 一間飯店有上百間房間 有去外面住過的人可能都知道 我們11點退房 3點左右入住 中間3 4個小時 你有辦法處理上百間的這個房屋嗎 我們要知道這些東西有哪些 好比在這個消毒的部分 馬桶的部分 水壺 遙控器開關 或者是冷氣的開關 這些部分都有用酒精消毒嗎 真的來得及消毒嗎 也因此有些專家就提到說 如果您真的擔憂的話 那其實有些小配偶 好比馬桶的部分 你可以做一個坐墊 或是用衛生紙鋪著 不要直接接觸 皮膚接觸到馬桶看 或者是你看床單的部分 也有些小配偶 床單的話 你看它有沒有折痕 如果它的床單外圍是很圓潤 感覺是躺過的 被拉整齊的話 那很有可能床單就是沒有換過的 再來就是一些貼身物品 牙刷牙膏等等 建議自備 這樣子比較衛生 其實也比較環保 那其實上面這些疑慮的部分 大家都會覺得很可怕 是真是假也不知道 所以我們請到了 專家健行科大參旅系的 教授賴忠誠賴教授 您好 你好 賴教授我想想一下 就是我們現在很多人 都會出去吃啊住啊 都在飯店裡面 那剛剛就有提到說 吃飯店的自助餐 不要搶第一輪的餐點 因為自助餐的開放空間 餐點跟飲料 他們的保鮮是如何保鮮 怎樣才能讓消費者會比較安心 是 謝謝主播這個問題 那通常在飯店的一個食材的保鮮 其實它都一定有一個很貴 或者它有一個我們講一個叫餐台上 會有一個那個我們叫熱爐燈 這些去做相關的保鮮 那其實我們剛才在報導上 有看到一些說是不要吃第一輪 以我個人的觀點 我原則上如果去Buffet 我一定是吃鋼開餐 其實鋼開餐的食材是最新鮮 是最豐富的 那我們在講就是說 這個食材是不是用隔夜的 其實我覺得一個在選企業 選一個旅館的時候 應該選一個有制度的 有品牌的企業形象 那有一些食材會前一年自備 可是它不代表 不代表是它不可以隔夜 那在製作餐的強調的是 食材的新鮮的買度 所以我覺得說其實他們只在選擇的時候 應該看它的一個企業形象 跟一個選一個有品牌有知名度的 那包括食材的保鮮 其實在製作餐的時候 他們都會有一個熱處的標準 包括中性溫度是達到HACCP65度C以上 那在冷藏的部分的話 其實有的會用臥室冰箱 或像有的飯店會用的是透明的冰箱 去維持這食材新鮮 在隔餐期的時候 其實消費者如果常去飯店消費 會發現是午餐的菜色跟晚餐的菜色 或校茶菜色其實是不太一樣的 那食材必須是重新調製 或者是有一些新級飯店 或者是具規模的旅館 它的菜色午晚餐 因為價格不同 所以也會不一樣 所以我覺得可能是 不一樣的消費體驗 可是我覺得這種情形在台灣 其實不是普遍這麼多見的 好的 那在吃的部分的話 我們可以鬆一口氣了 但是住的部分 有很多飯店不能說的秘密 像我們去住飯店的話 一進去的馬桶蓋上面 會有一張紙上面寫以消毒 那個會不會有人說是騙人的 而且馬桶蓋 水壺 遙控器 開關 床單 毛巾這麼多地方 這些飯店業者來得及消毒嗎 所以我們可能要跟國人就是說 其實旅館的入住時間是下午3點 客人退房它不一定是3點 現在有的客人早上就走了 通常在新級旅館或者是比較大規模的飯店 其實我們有一個標準流程 一個房間的清掃 一個十平大的房間大概是40分鐘 40分鐘在這過程之中 其實都會做到相關的消毒跟清潔 我覺得就是說消毒清潔是住的舒適安全 衛生這是一個旅館最大的使命 像你們看到有一張貼那個紙 其實像很多飯店他不會去貼這張紙 因為其實旅館的消毒方法有很多 除了用酒精消毒 有的會用的是紫外線燈 要看每個旅館的操作的過程 我還是只能建議消費者說 你在選擇旅館的時候 你如果怕它的衛生環境的話 還是要選擇比較有品牌有信譽的這些旅館為主 那台灣政府觀光局對觀光旅館 或是對我們旅館業的管控器 它是非常的嚴格 它會有定期的督導 那縣市政府會有不定期的抽檢 所以包括他們會檢查我們的清潔用品 是符合環保署的規範 那包括清潔度這些 那我是覺得是否會清潔不乾淨 那我就會取決在你選擇的旅館規模的大小 那我相信在台灣比較四五星級的飯店 其實也都不會有這個問題 包括只要符合星級評級的旅館 都沒有這個問題的存在 好 那我們就是吃完住完 現在要離開的話 其實有些客戶是很貼心的 台灣的人情味很好 所以他們會幫忙把棉被折好 垃圾收好集中 結果有人說這樣子 反而是對整潔的人員來說 是個困擾 是弄巧成拙嗎 這的確是 其實像我舉例 民到旅館去住宿的過程之中 像有一些客房的備品 其實一次性的商品 旅館會希望你盡量把他帶走 其實因為你帶走的時候 可以節省到清潔的時間 那第二個就是說 退房的時候 其實有一些旅客會覺得說 把他整理乾淨 那房務人員在退房的時候 進到第一個房間 第一個動作是在 我們叫做拆解床單跟清垃圾 如果你又把他鋪好 其實這會延長 房務人員在操作這個時間 其實我們對消費者 今天就像我舉例 你如果使用過的毛巾 如果你不繼續使用 你非續住的 這是要送洗的 你可以把他放在毛巾欄 或者放在浴缸裡面 讓房務人員知道 這是你這個浴巾是要送洗 這是不再使用的 垃圾的話 我會建議說 像如果你們真的要幫忙 像有一些旅客 會把冰箱的飲料沒有 如果這個你不要了 請你把它放置在垃圾桶 我們就知道這是客人不要了 有時候你放在冰箱裡面的時候 在檢查房間的時候 他沒有開了一個狀況之後 沒有辦法判斷 這客人是否它是繼續使用 退房的客人 旅館都一定有一個退房程序 所以這兩個操作其實不一樣 那國人很貼心 可是像退房的時候 我們在旅館管理的定義 這就是一個張的房間 那張的房間的話 你如果再把它維持一個 很乾淨整齐 其實真的會造成一些訪問員在操作上的時間 可能會在時間會比較加長 好 非常感謝賴教授學到這些東西 那這是今天以上的特報內容提供給你